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拍着桌子质问开思 你不是偷换了卡吗 开思冷笑着说 我的确有时间偷换卡 我也确实做了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却并没换卡 原来开思在喷血之前 故意把11局用过的市民 与奴隶放在手边 在旁边放上一张市民 再把那张市民直接拿走 假装换了卡 利老头不甘心的问道 如果我只是察觉到了血迹 却没有怀疑你怎么办 或者我只把卡上的血迹 当成是你的失误 那你不是白白给予我奴隶的标记 这是自己与死地了吗 但开思却凶有成途 因为我知道你很优秀 所以你不可能察觉不到血迹 既然察觉到 就一定会对血迹产生怀疑 进而洞察到有换卡的机会 只要想到这一点 就会同时察觉到我的可疑行为 你会在心里窃笑我是傻瓜 而后便会对自己的胜利深信不疑 就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卡赛结束了 开思虽然在比分上是5胜7败 但因最后两场作为奴隶的18毫米连兽 使自己顺利生还 并得到了2010万的巨款 会长老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对开思说 你真的很出色 和你比起来 这个男人真是耻辱 我一定要让他好好赎罪 经老头提醒开思才想起 得让利老头对自己死去的同伴下跪道歉 会长却说 人到了关键时刻 磕头简直是家常便饭 我打从心底里清楚这一点 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苦苦哀求我时 我总是无法弃之不顾 结果却让我吃尽了骨头 所以若心里真的充满歉意 无论在哪都可以磕头认错 即便是在烤肉烤骨的铁板上也一样 这才是诚意 说着黑人也推来了磕头烤肉机 那滋滋冒着热气烧红的铁板 令人达人失色 变态会长居然还笑得出来 为证明谢对方的诚意 至少也要头碰铁板10秒以上 如果磕不够10秒的话就要重磕 即使烧化了额头上的皮肉 直接烤头盖骨也一样 开丝镜的目瞪口呆 会长却满不在乎的说 既能洗刷你伙伴们的悔恨 也是他令我蒙羞的正当道歉 理所当然 此时黑人又推来了强制磕头机 会长警告立根川 至今还没人能评价自身意识 在烤肉磕头中坚持10秒 我劝你还是别逞强为好 万一失败 可是又烤好多次脸的 立根川却坚决不用那玩意 竟直跪了上去 其警触目惊心 令人不忍直视 在漫长并充斥的 腐臭与惨交的10秒 开丝竟不知不觉 为立根川的坚忍掉下了眼泪 硬汉立根川一连坚持12秒 完成了考证任务 所以换处进行冷却治疗后 才由别人搀扶着离开了 开丝回到洗手间才意识到 自己的真正敌人并非立根川 而是会长 立老头只是个傀儡 与自己一样 只是被会长利用而已 若不打倒会长 这不算为同伴们报仇 开丝想用迎来的一切 与会长再赌一次 但同伴纷纷上街劝赌 这笔钱已经是奇迹了 除非你有必胜之法 否则还是到此为止吧 这时开丝的耳朵再次出现 伙伴们连忙拿来急救相遇指尽 为他进行应急处理 还将他的足尔用冰块冷藏起来 希望他尽快去医院接回耳朵 开丝向大家伸举一功 伙伴们却因开丝为他们报了仇 集体向他致谢 这时开丝无意中踩到了那只空纸巾盒 有个念头在脑中闪过 是否意味着他找到了打倒会长的妙册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请雨哥下回分解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